嗨,你们喜欢的小比熊,它们又来了 这两个宝贝都是刚更新的哈 迫不及待的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它俩可不是双冒胎哦,是不是长得特别像 你看这颜值都不是一般的品质哈 告诉我它俩是不是都很可爱 现在给大家拍一下这脸小吃的细节 这样你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怎么样才可以选择一只好的比熊 首先要看它的外观 眼睛和鼻子呈倒三角 嘴巴最好用手测量一下 越短越好,最好不要超过一指宽 从侧面看几乎是看不到鼻头的 二,还有它的毛,一定是又多又密 这样后期好做造型 三,看它的体型 当然体型小的成年后会更好看 出门也方便携带 像这只狗狗的体型一个巴掌就可以拖起来 根本看不出它已经三个月了 四,就是选比熊呢 一定要选一只黑色素比较好的 像这只的话脚底儿,鼻头都是黑黑的 还这么乖,超级可爱 五,还有纯种比熊的腿一定要短 不能超过三指的 身形为常常体的 还有,如果你喜欢活泼一点的狗狗 一定要放下来看看狗狗的状态 年不年人,健不健康,溜一圈就提到了 走一步过一步 跑起来也太像一只兔子了吧 回到家无聊的时候 还可以陪着你一起关一起闹 一直黏着你 如果你喜欢活泼的可以选它 但是状态不佳的最好不要选择 另外这一只呢就比较温顺一点 喜欢安静的可以把它带走哈 像这两只的话就比较适合新手喂养 这么有意思的比熊你们喜欢吗